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银行的问题 咱们把时间的跨度稍微拉长一点 回忆一下10年之前或者说是20年之前 如果说有三四十岁以上的朋友 可能会回忆起当年你使用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如果说你家里是做生意的 或者说你有做生意的朋友 当年你做生意 你经常需要用银行进行一些比较大额转账的时候 在10年之前在江时代胡温时代那个大时代背景 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管你钱怎么来的 我印象当中在十几年之前 那个时候房地产日刚刚兴起的时候 别人去买房 不管是现金买房 有些土豪山西米老板是扛成麻袋的现金去买房 没问题给你买 跑到北京SOHO去买房 没问题啊 有的是分期付款也没问题啊 那个时候资金流动是很自由的 但是到了现在到了今天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这个钱呢好像被管得越来越严了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这个银行这个逼事太多了 动不动就各种各样的限制 从去年开始就各种各样的动卡封卡 微信转账额度大于多少给你封了 陌生人加了好友互相转个账也容易被封好 比如说某场景啊 一群做生意的人呢 在一块吃饭聚餐啊 你带两个朋友 我带两个朋友 结果聊着聊着 我带的朋友跟你带的朋友 他们两人觉得他们俩的生意可以互相合作 加个微信吧 加个好友吧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产品的 正好我这边我也需要啊 我先给你转个几万块钱你给我发的货过来 刚加好友刚转钱 马上这个微信就被封了 这是去年真实发生的事情 到了今年啊 这个事情就越险越烈了 银行这个逼事就越来越多了啊 最近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啊 这个老人取钱是越来越难 因为老人啊老了吗 腿脚不变吗 有的是坐轮椅 有的是住医院 有的是怕自己啊 取钱再被骗被抢啊 干脆就让子女去取 但是现在银行的规定不行 必须得亲自来 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很多奇葩的画面 奇葩的场景 比如说某家银行就特别严格要求 取钱可以 必须人脸识别 必须让当事人过来 人家自己都说了 我们家老头已经是病的很重了 人都快不行了 躺在医院呢 那银行说不行 规定就是规定 必须得执行 结果家属没办法 把老头抬出来啊 驾到银行啊 趁着病重的老头还有一口气啊 赶紧好几个人把轮椅抬起来 让老头啊 对着人脸啊 最后识别一下 识别完之后 再把钱取出来 这种现象很奇葩吧 很魔幻吧 但是又发生了 现实魔幻主义吗 还有比这更魔幻的 什么情况呢 那是在今年上半年了啊 在广东顺德 其实老人已经死了 但是银行就要求 必须得本人亲自到场 老人的钱才能够取走 家属都说了 人都死了 这是父母留给我们的遗产 那银行说不行 规定就是规定 必须得执行 结果人家家属没办法 七八个人抬着棺材 把人抬到银行门口 你要看人 你要真人 人来了啊 你开关 人脸识别吧 这个场景怎么说有点甚的话啊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能够证明这个钱 是老人的钱 有很多人证物证能够证明 这两人之间是直系亲属关系 甚至说可以找律师欠什么委托协议 但是银行他就在这一块特别的死 逼事特别的多 然后就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不便利 你这么一搞的话 现在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 银行信不过了 这个事越来越多了 这还是一些老人他们取钱的 有些地方甚至是怎么说来着 说这个领养的子女 没有权利继承老人的遗产 那这就不是扯淡吗 领养那也是亲人的 一定非要是直系有血缘的关系才可以吗 这不就是扯淡吗 因为所以简单逻辑 我的钱是我的钱 我的钱想给谁我就给谁 凭什么你银行说的算呀 所以说越来越多人感觉银行 他不再给自己提供便利的时候呢 干脆我把钱取出来吧 当初搞这些什么政策的时候 那个新闻是怎么报的 哎呀现在这个ATM取款机 增加了人脸识别功能 只要人脸一识别 钱就取出来了 这是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便利个毛抬着关带去取钱 留着最后一口气去取钱 人脸识别识别个毛 这种人脸识别哪是给人民带来便利 分明是给人民添堵啊 这是一种情况 取钱难 有的人把钱存在银行 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啊要么是被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 坚守复道那些银行的工作人员 他们有权限吗 他们在后台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吗 甚至说他们伪造一些签名吗 他们可以把一些钱转到自己的名下 甚至说拿着客户的钱啊 去搞网络赌博 结果呢输的是一干二净啊 有的那就是卷包会 最为典型的那就是人尽皆知的河南村镇银行 多少人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啊 没想到最后塞在银行手里 都以为银行是安全的 结果银行现在变得不安全了啊 那么就在今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老人 开始不信任银行 开始把这个钱从银行全部取出来 省得你到时候挣不到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银行的信用出现大问题了啊 为什么把这个规则定的这么严格呢 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尖一个是管啊 监啊监狱的监 就是要知道你有多少钱 你的亲属有多少钱 你的家底是多少 银行这边都是清清楚楚啊 他不鼓励你把钱取出来 你把钱都取出来之后都变成现金之后 我怎么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呢 你不用微信支付 你也不用刷卡支付 我怎么知道你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去了 那这样的话 从监视的角度来说呢 那银行就等于说你消失在盲点的范围之外了啊 这是一个监视 还有一个管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你的钱在银行里面 那就等于说你的钱被我赚在手上了啊 钱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说必须得人脸识别 你就必须得人脸识别 你家老头就算是快死了 你也得把他抬过来 临死之前来个人脸识别 我钱再给你 从这一点我就能够拿捏你 我就能够控制你 然后其他的包括一些电子转账啊 我发现任何一点有风险 比方说咱们刚刚举例子的 在某个饭局之上 两个朋友刚刚认识 就是谈生意谈投机了 现场就要订货转账 新家的微信好友新转的账 那么后台一监视 这个人是不是又涉及到什么啊 洗钱了 网络赌博了 说的好听啊 说的好听 夹击给你疯了 疯了之后啊 你还得左解释 右解释 这个微信才能够给你解冻啊 运气不好的 如果说人在海外的 又涉及到一些国外的IP 那这个就更难操作了 你现在说微信被盗很难被盗了 微信这一块是声音识别的 又是这个AP监控的 想到一个微信号难度是很大了 但是银行这边呢 他就找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你好的理由 哎 只要装上人脸识别 以后就方便了啊 我们这是为了你好 我们是为了你不要被骗 我们才把你钱给冻结的 结果你搞到最后 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啊 不便利啊 其实啊 这都是一些美好的说辞啊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习惯于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就是手中无现金 其实在国内呆的啊 已经习惯了出门不带现金了 我觉得这不是好事情啊 这等于说是把你的命运都交给了这个国家机器系统啊 天网系统他无时无刻的都在看着你哎 怎么这么耳熟啊 哦 1984老大哥在看着你啊 你看似这个电子支付系统这个数字人民币啊 不管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支付 看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隐患 当你完全依赖他的时候就是他最容易控制你的时候 这个数字货币一推行啊 啊 那么到时候啊 说难听一点 你每天你换什么内裤 内裤是三脚的还是平脚的还是钉子裤 他们都有可能知道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你 你越是相信政府的这么一套金融系统 他就能够更加的了解你 比方说你一打开手机 各种各样的广告全部都是符合你口味的 你不知不觉你在这上面就浪费一天时间 浪费你的生命啊 这扯的就稍微有点跑题了 咱们就五一二前来说 那么现在呢老百姓发现不对劲了 真的发现不对劲了 特别是老人 为什么说是从老人开始发现不对劲了呢 因为老人嘛 他们本来这个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呢 就是比较差 也不太喜欢使用电子产品 不是动不动由这个老年机嘛 老年机就是功能简单 不像智能手机装这个APP 装那个APP 老头老太太一看头都晕了 啊 这一点大家没有想到吧 反而是老头老太太 他们觉得这个银行信不过了 那么节目都到这里 我得提醒啊 年轻人啊 平时特别依赖微信支付 微信转账的 支付宝转账的 一定要留存一部分现金 虽然说这个电子系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是呢 像河南吞转银行这种事情 你也要警惕起来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银行系统啊 他也面临着这么一个信用崩溃的危机 信用崩塌的危机 同时呢 这也是一场博弈吧 怎么说是博弈呢 就是政府他一直在加大力度 不遗余力的去宣传这么一个系统 鼓励大家去使用这么一个系统 如果到最后大家都依赖的话 OK到最后就是他说的算了 你的生活就被他绑架了嘛 当然你要说这个解决方案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新技术呢 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 就不太适合在我这个频道去聊了 好吧 懂得都懂啊 不管是中国人民银行还是美联储 还是欧洲央行 其实他们都一个尿性啊 他们可以随便印钱呢 你的钱不断贬值啊 所以说在未来的几十年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都要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 未来有可能在货币这一块 会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啊 或者说这场革命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很多人还后知后觉 不知道而已 那好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Good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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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